头晕头痛腹泻等多处症状爱丽 我叫王琪丽 女48岁 2014年因为高血压认识了原始点 和姐妹之间互相按推 2020年8月 因腹痛腹泻去买了中西结合的冲剂 吃的前8天有效 过了8天后没效果了 就去看中医 开了16包中药 吃的前三包有效果 后面也没有效果了 姨妈妈在原始点中心调理 便跟着一起调理 原始点调理前的症状 1.高血压 110-170 12年 2.头晕头痛 一周两到三天 发作时一阵一阵的 有16年了 3.静不易累 一周三至四天发作 有三年多了 4.乳腺上方一天 24小时刺痛有9天了 5.腰部 早上起床 腰需要慢慢伸 才能立起来 有三年了 6.腹部刺痛 每天会痛两到三次 一次十分到三十分钟 有三个多月了 7.腹泻 一周有两到三天会腹泻 一天五到六次 伴随着腹痛 有三个多月了 8.两条腿每天都会很累 有一年多了 原始点调理细节 1.按推 每天全身按推一次 2.内热源 出来时用50克干姜熬煮浓浆汤喝 后来增加到120克 每天灌长姜粉泥两管 共100毫升 每天灌阴道姜水两管 共100毫升 3.外热源 一天温敷 20个小时左右 晚上睡电热毯 做家务运动等 穿暖宝宝 贴衣服 其余时间红豆带温敷 腹部搓姜粉泥两次 4.运动 早上爬坡一小时 晚上爬坡散步两小时 吊当杠十分钟 原始点调理过程 2020年11月8日 调理的第一天 第一次按推结束后 感觉身体很舒服 按推后症状也有减轻 调理到2020年11月12日 第五天 症状改善情况 头晕改善了三成 头痛改善了三成 颈部累改善了六成 腹部每天会刺痛改善三成 乳腹部改善了三成 腹部改善了三成 有原来腹部一天五至六次 到现在的两次 左大腿根部微痛改善五成 首部累改善四成 调理到2020年11月14日 第七天 症状改善情况 腹部按推换处 搓姜粉泥后改善八成左右 姜粉泥灌肠一天两次 一次一刮 灌肠后便没有再腹泻了 调理到2020年11月21日 调理到14天 症状改善情况 大便一天两次 半成形 改善三成 头晕头痛完全改善 颈部累改善七成 腰部起床 身部直感改善七成 乳腺上方刺痛改善八成 左大腿根部微痛完全改善 手部累改善七成 调理到2020年11月28日 第21天 症状改善情况 腰部起床 身部直感完全改善 乳腺上方刺痛完全改善 手部累改善九成 腿累完全改善 感恩张昭汉医师研发了原始点 感恩义工老师们的心情付出